相信無論你對政治有沒有興趣 今個禮拜你打開電視機 打開收音機 一定聽到有關和政治有關的新聞 有沒有人看到或者聽到的可以舉手 無論你喜不喜歡也好 這個禮拜有很多的事情都和政治有關 今個禮拜也有人表示會參加下一屆特首選舉 而美國的兩名總統候選人也都在不同的場合 過去這幾個月你看到很多的順槍洩劍 大選也都在不夠兩個禮拜將會舉行 有媒體就報道說美國的大選不夠兩個禮拜 但美國民眾對於未來感到非常悲觀 各黨派、族裔和階層之間的思想撕裂 也都越來越明顯 有一個調查就是美國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 在這個禮拜10月25日做了一個最新的年度報告 原來有四分三的美國人都認為國家是走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 無論選到誰都好 有四分三的美國人都說 似乎國家是走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 是高於上一屆2012年的57%的 而有報告也都不僅顯示說這次大選不單止加劇了美國民眾的分裂 也都凸顯了選民的分裂 所以有些報告說白人和黑人的選舉的取態很不同 有錢人和貧窮人的選舉取態很不同 甚至男同女的選舉的取態都很不同 造成了很大的分裂 所以我想過去這幾年你都看到 社會的分裂或者撕裂不單止在香港 其實整個世界都看到 我們基督徒身處在這個這麼分裂的世代當中 應該怎樣回應呢 其實在早期教會呢 可以說我們看回士唐人傳 或者是比較早一點的一些教會的歷史 原來信徒都經歷同樣 好像現在我們面對一個很分裂的世代 保林斯頓神學院前院長約翰密基 John McKay就這樣形容 他講到以忽所書 他說使徒當時是處於一個後阿古斯督的時代 阿古斯督大家知道都是羅馬第一個皇帝 但是他死了之後經歷了四分五裂的世界 但是保羅就在以忽所書裡面宣告了神的秩序 而以忽所書也都在四分五裂的世界當中 允許人能夠重新得到緊密的相交 以及在疏尼當中是會有復和的 在戰爭當中是會有和平的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要和大家不是講政治 反而我們看看 使徒保羅昔日和早期教會所講的 對於我們今天同樣在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裡面 我們怎樣自處呢 作為主的門徒 我們應該怎樣認清我們做門徒的職份呢 就讓我們一起同心討告 主耶穌基督我們都是嘴唇不潔的人 我們都是活在嘴唇不潔的人當中 你呼喚我們分別為聖 所以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真是活出 作為主門徒的身份 我們的職份 好使我們能夠在這個彎曲活某的世代當中 能夠明光照耀 求你開我們的眼 開我們的心 讓你的聖度進入在當中轉化 讓我們都能夠成為你自己貴重的器皿 聽我們的祈禱 奉主耶穌基督聖門祈求 好 就讓我們一起重讀今天的經文 講道的第一點 作主門徒要合一 是以忽所書四章一至六節 我們慢慢一起重讀這段好寶貴的經文 準備一二三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 既然蒙照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照的恩相稱 凡事謙虛 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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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二唯一的心 身體只有一個 聖靈只有一個 正如你們蒙照 同有一個子望 一主 一信 一世 一神 就是眾人的父 超乎眾人之上 貫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眾人之內 沒錯 若用最簡單的分段來講 《二窟所書》有六章 頭三章 我們今天看第四章 之前的三章 就是保羅的討告和眾贊 是比較神學性和教義性的 而下半部四章 由這裡開始 至到六章 是比較倫理性 當然也有神學的教導 但是保羅在這裡開始 說到作為一個教徒 作為主的門徒 行事為人 怎樣能夠實踐信仰的子人 所以在第四章一開始的時候 保羅第一句說是甚麼 我為主是甚麼 被囚了 沒錯 他說我為主被囚的 勸你們 既然蒙照行事為人 就當於蒙照的恩相稱 使徒保羅在這裡 第一句宣稱就是 他是被囚的 他是坐牢的 沒錯 那時候保羅是囚於羅馬當中 所以以徒所書也是在他囚禁的時候 所寫的 是四卷的玉中書簡之一 但保羅這裡強調 他是為甚麼會被囚呢 他說他是為主被囚的 他沒有高舉到他作為使徒的身份 反而他以被囚的身份 去勸戒以徒所的教會 同樣 今天我們都是 我們認不認清我們自己的身份呢 今天作為主門徒的你和我 原來我們都不是屬於自己的 就好像保羅在另外一卷書裡面所說 大家很熟悉 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 所以保羅一開始就說到他的身份 他沒有高舉自己的喜好益處權利 反而他強調我們每一個都應該降伏 在基督裡面 我們就好像被囚一樣一樣 不再屬於自己了 所以這裡所說的蒙照 不只是對傳道人或者牧者的蒙照 而是對每一個信主的門徒來說 我們已經是蒙照了 已經不是屬於我們自己再劃使 所以行事為人就當於蒙的恩相稱 這裡說的是我們能不能夠言行合一呢 信仰和生活能不能夠並行呢 很重要的就是信仰和生活 今天我們信了住很久 頭腦上有很多的認知 但你說到要走出來 可能是兩回事來的 對於教會二千多年的歷史 有些什麼是信了 而又最難走出來的呢 你說愛心去關為人 我知道我能夠走出來 有些什麼是最難的呢 其中一個是最困難 也是保羅跟著要提出的 就是合一 對於二千年的教會來說 最難我們在頭腦上認識到 但是又要走出來的 要能夠與蒙照的相稱 就是合一 所以教會面對最大的攻擊 作為主門徒面對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 就是不合一 教會分裂 鼎姊妹今天我們看到這個世界都是一樣 很多東西分裂 政見上的分歧 令到整個社會好像撕裂 家庭都可以因為支持不同的黨派 本來吃吃卡飯都可以翻桌 一說到政治 突然一扭個新聞的時候 大家就有不同的立場了 非黑即白 但是分裂 反過來是什麼呢 是不是就是和諧呢 是不是就是能夠 彼此尊重 和而不同 互相包容呢 保羅這裏所說到的合一 是主裏面的合一 不是政治的取向 不是生活的模式 不是飲食的習慣 要一樣 乃是在主裏面 而他強調以忽所信徒要集中在三一神 亦都是聖父聖子聖靈的身上 所以保羅在這裏 第二節那裏一開始就提出 有三個門徒要擁有的特質 你才可以去揭力去保守 聖靈所賜合二為一的心 第一個 凡事是什麼 欠去 第二是溫柔 第三是忍耐 整天都讀的了 三樣都很難 第一 謙卑 謙卑不是說公公敬敬 沒什麼所謂 卑躬屈失 謙卑是指 我們每一個在神面前的一個態度 不驕傲 不張狂 在主裏面尊重 神所做的每一件事 神所做的大自然 每一個的人 包括你和我 包括家中的長者 包括你的兒女 包括你的妻子 包括你小組裏面的組員 包括一切傷害過你 甚至你不尊重的人 你都要戴著這個謙卑的心 是很困難的 第二是溫柔 溫柔不是代表內藥 而是有一種自我的控制 願意和在罪當中的人 一同的承擔 不是去指責他 而是一同的承擔 有這份溫柔 有這份安慰和關懷 聽下去 你好像跟這個世界所說的 很不同 欠卑溫柔 今天我們就要說 我們要有主見 我們要踩低對方 我們要踢出一切的問題 但不是自己的問題 是別人的問題 欠卑溫柔 你想到哪一個人 有欠卑溫柔呢 哪個 不是那些候選人 好像是吧 耶穌沒錯 聖經裡面所說 耶穌就是 柔和謙卑 他不以暴對惡 在十字架上 他更加以寬恕的愛 對待那些刺傷他的兵定 謙卑溫柔 第三是甚麼 忍耐 這個最難的 我們現在的科技這麼先進 甚麼都很快 所以你訂了WhatsApp Facebook 零秒 一按上來 就馬上給他一個Like 很快的 科技是幫助我們很多 但是科技太快 有時令我們不能夠 培養出一個忍耐 忍耐是甚麼 忍耐就是當我們面對患難 困難 受傷的時候 我們願意以一個堅持的態度 但今天我們這個社會 好像個個都加入了 這個復仇者聯盟 或者好像我們中國人所說 有仇不報的非君子 所以復仇都要快 不要等幾天 立刻要復仇 他講了這些話 我立刻在電話上 扭回他一會 有這麼快就這麼快 不要被人搶了 要快點 忍耐就是等候 看看上帝的心意是怎樣 我們有多少的回應 真是帶著謙卑 溫柔和忍耐 反而我們有多少時 你想想 不要耐這個星期 有甚麼令你感到很憤怒 很想報復 或者想嘲笑他 現在我們香港都很流行文化 譏諷他 辱罵他 所以不是靠人的智慧 或者任何的政策 或者任何的方法 去營造到合一 人是做不到的 保羅所強調的合一 是聖靈賜給教會 和信徒的一個恩典和禮物 所以第二第三節 我們一起再讀多次好嗎 他説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揭力保守 聖靈所持 合二唯一的心 沒錯了 不是營造出來的 原來這個合一 是聖靈所持的 不是我們做了一些東西出來 哎呀就會有合一了 是聖靈所持給我們 我們的責任就是去保守 去揭力的 用兩個方法 這裡所說 第一要用愛心去互相寬容 沒錯 沒有了愛 沒有了阿加皮的愛 沒有了無條件的愛 其實你做不到的 你就會指 為何謙卑好 你謙卑對 你也對 你又要謙卑 我不用的 沒有了愛 就做不到這件事 所以愛是很重要 而第二件事 就是要用和平 彼此聯絡 要和睦的 要能夠體出別人的需要 以及軟弱的 這樣我們才能夠建立 以及去保守 這個合二唯一的心 我想用一個小結 一個例子去講一下 保羅所說的教導 不是 哎呀 聖經教導 都是很堅尼地的 都不是很做到的 謙卑溫柔忍耐 是吧 一個星期七日 我想七個小時 你出去喝茶的時候 可能已經跟別人爭位 為何我拿了票又不到我 我們很難做到的 所以確實保羅所說的 不是癡人說夢 不是一個信仰的提示 或者是建議一下 你應該這樣做 是一個主的命令 是一個命令來的 要揭力 不是空間的時候就做 很心情的時候就做 是無論你什麼光景 你都要揭力 就是用盡一切的方法 無論惡者有多少個攻擊 你都要去保守 聖靈所賜的合一 記得我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讀大學的時候 參加了大學的一個學生團體 英文就叫做CCF 如果你能夠 或者可能在海外讀書 你都聽過 一句叫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其實差不多加拿大 所有大學都有這個叫CCF 無論那個城市 或者那個小鎮 有時候沒有教會 那間大學都一定會有CCF 我都在當中參加了 這個中國基督徒的學生團體 而CCF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給大學生順處 栽培 成長 作為門徒 是一個熟齡的家 我記得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都被邀請作為CCF的職員 剛巧那年 在我們鎮裏面的教會 又成立了青年團體 同一群學生 星期五就回大學的CCF 星期六就回教會的青年團體 好像很忙碌一樣 但是做職員就慘了 兩批的人 搞同一樣 又是搞查經 又是搞報道會 又是搞聚會 其實大兄姊妹都挺疲於奔命的 兩邊這樣走 我們一批CCF的職員就在想 如果長矢下去會怎麼辦呢 會不會因為這樣 變成競爭呢 我們查經那些好過教會的查經 教會那些說 我們搞報道會 會比大學生你們那批搞 會不會引成這些分裂 甚至可能不合一呢 我們當中都很大的掙扎 特別我記得那時候 CCF的團長就說 因為我們那個CCF 在加拿大來講 是一個歷史其中最悠久的 他說如果我執了一個CCF 日後我回到香港 見到歷任團長 我怎樣交代 我就做了末代團長了 所以很大壓力 留下一屆先 不要搞了 這些事情 歷史遺留下來的包袱 但我們見到教會 真的剛剛成長 開始有青年團契了 怎算好呢 我們一批的職員 都有不同的意見 大家都不是很合一 其實這個問題 是已經談了很多年 都不是去到我們那年 不過剛巧 真的教會的團契已經成立了 怎算呢 我們一起去祈禱 我們知道 不是要向人去交代 或者不是要保留那個牌匾 或者是那個明星 而是要向神去交仗 所以我們都放下了自己 謙卑 均柔 忍耐的心 我們知道 重要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體 所以在同心討告之後 大家的弟兄姊妹都認為 因為CCF這個大學生團契的歷史任務已經完結了 我們就將它關閉了 而我們所有的人就全部一起回教會的青年團契 但我們仍然保留了這個CCF在大學的會籍 仍然在大學上有一個校園的福音的前哨點 仍然是繼續去做報道 甚至跟著那一年其實我們很多CCF的職員都做了青年團契的核心 就是因為這樣我們放下不再爭論究竟是誰好些 誰好些 放下的時候 弟兄姊妹不用疲於不明 回同一個團契 一起的成長 我們看到跟著教會 人數都有增長 所以保羅所說的不是一個理念 而是一個命令 是每一個弟兄姊妹 你在小組裡面 你在團契裡面 你在家庭裡面 你在工作間裡面 都要去持守 所以在信仰的路上 我們可能有不同的意見或者立場 但是其實在這個紛亂的世代當中 我們要求神 讓我們培育到有一份謙卑 溫柔忍耐的心 用愛心和和睦去聯繫 這樣我們才能夠揭力 去保守聖靈所持的合一 而保羅跟著裡面所說 跟著就提出了作為主的門徒 我們為何要去保守這個合一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甚麼呢 就是跟著我們一起看四至六節所說 因為我們所相信的上帝 就是合一 在四至六節那裡列出了有七個一 我們一起數一下 有七個一 讓我們一起再讀多次好嗎 身體只有一個 聖靈只有一個 正如你們所蒙照 同有一個子望 一主一信一世 一神就是眾人的父 超乎眾人之上 貫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眾人之內 沒錯了 這七個一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的 三個層次 先看頭三個一 第一個一是甚麼 身體是有一個的 聖靈是有一個的 但是教會只有一個 就是屬於耶穌基督 而是因為甚麼呢 因為一個的聖靈 我們在聖靈的裏面能夠歸回合一 而我們每一個坐在教會 特定師們都帶著同一的指望 我們是有不同的意見的 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是同一個指望 同一的盼望 就好像我們先頭所看的保羅所說 我們有同一的呼召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根基 如果沒有了這個根基 你跟著很難去說 今天我們的世界是由下而上的 怎樣 你又放下我的幾件 我又放下自己 這樣的營造合一 但是正面不是的 是根基本身已經是合一 而我們就去保守 所以一個身體 一個聖靈 一個指望是很重要 第一個重點 就是聖靈 在這個層次裏面 聖靈連貫我們的當中 將我們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性格的信徒 連結在同一的教會裡面 而第二個層次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第五節 是甚麼 一主 一信 一世 重點就由聖靈 轉到聖子 就是耶穌基督的身上 我們有同一的主 我們有獨一的主 祂就是道成肉身 將福音帶到我們當中 所以 因為我們有同一的主 我們有同一的信仰 也都藉著洗禮 同一的洗禮 我們歸入教會 屬於耶穌基督的身體 所以就是這樣 當我們有一主 一信 一洗的時候 世人看到 為何我們能夠合一呢 不是因為我們真的很比此相愛 教會的人都沒有所謂的 所以他們很容易合一的 不是的 是因為我們有同一的主 我們有同一的信仰 我們有同一個洗禮 所以我們連結一齊 成為一家人 不在分你我 而是在主裡面一家 而第三個層次 也是最後一個一 第六節是甚麼 一 一神 這個也可以說 整個根基裡面的核心 我們有同一的上帝 有聖靈 轉到聖子 第三個層次就是聖父 我們有同一的神 祂是眾人的福 超乎眾人之上 貫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眾人之內 當時以不所教會 確實是充斥著有猶太教的 有外邦人的 特別對猶太教的信徒來說 絕對不會陌生 因為他們從小到大 那個船馬去聽 就是我們很熟悉那段經文 生命記六章四節 以色列那你要聽 耶和華我們神 是獨一的主 所以我們是很獨一的上帝 就是祂超乎 貫乎 以及住在我們當中 三個的戒辭講到 我們所相信這個上帝 是全能 是全知 是存在的 而三個層面加在一起 聖父 聖子 聖靈 就是我們合一的根基 不是我們的喜好 不是我們的方向 是本身 就是合一 因為聖父 聖子 聖靈 就是合二為一 這個是上帝赤比教會 一份很重要的禮物 所以我們要 竭力保守 去到今個月十月 大家都仍然 今天可能天氣涼少許 你記不記得 今年一月的時候 曾經很冷 天文台說 一月二十四日 今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看一看你 可能隔了一年 你都忘記了 那天的平均温度 是四點九度 下午開始 欣福堂的同工 就在WhatsApp那裡討論 我們需不需要 開一個避寒中心 我就沒有WhatsApp 我都是聽同工說 原來正在討論 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 我就認為 走不通的 我也有探望 附近的路宿者 他不會進來欣福裡睡 這麼漂亮 這裡的教堂 怎會進來才可以 有時候中國人所說 農場不如狗鬥 他睡在他的地方 很舒舒服服 他不會進來 所以我也有不同意見 不過我都放在心裡 我心想 欣福堂 航空母艦 你要轉個彎 都要幾個月 到時天氣都暖 又沒有預算 這個計劃 搞避寒中心 誰出錢 誰部門負責 誰同工去兼顧 所以我就想 哎 行不通的 但是聖靈感動 不夠十二個小時 所有同工在WhatsApp群組就說 哎呀 四點八度 真的有些街坊在外面 很冷 我們要開了 無論怎樣也好 不夠十二個小時 星期日那天的決定 星期一 晚上我們就已經 哇 朝聚很多 有不同的弟兄姊妹 有不同的同工 自發的 真是 這次不是從上而下的政策 是從上 從上帝而來的 一個合一 大家都放下自己的幾件 不要想那麼多了 不需要計劃那麼多了 想得來都已經有過一晚了 大家就在這裡預備了 有些兒童部的同工 就幫忙去找一些睡袋 應急用品 有一些行政部的同事 幹事就幫你預備場地 電暖爐 電水壺 蘇斯姆今天也在這裡 蘇斯姆預備一些湯 你知道嗎 那些露宿者來到的時候 哇 有碗湯是很重要的 有個饅頭 有些小食吃一下是很重要的 不同的人都預備 連機構的 基督教官和無家姐協會的總幹事 哇 那晚都立刻來 又帶同工教我們 怎樣跟老朋友聊天啊 他來到的時候 你怎樣 不要問他做些什麼啊 為什麼你沒有老婆啊 那些 也很有技巧啊 謙卑 溫柔 忍耐 你要跟他們在一起 去聆聽他們 就是這樣了 不夠一日 大家就聚在一起 而最令我感動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弟兄姊妹 其實我們不只是那個禮拜 大家如果記得 去到三月 都還有寒冷天氣警告 突然之間又會凍幾天 所以每一天 我們都看著天文台的報告 一有寒冷天氣警告 就呼喚那些弟兄姊妹來 我們又去南昌街 又去深水埗 一起邀請街坊來 我發現就是這樣 當我們放下我們自己的幾件 當我們真的去持守這份合一 原來是神賜給我們 我們去保守的時候 就有很美麗的圖畫會出現 我發現很多老友記 他們真的不來過夜的 但是他們都照舊 晚上就會來 他們不是想喝這碗湯 而是感受到這裡有基督的團契 有人聽他們說話 一起聊天 有時他們聊聊天 或者甚至糧也不沖 11點多時他們就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他們就來到當中 甚至連未信主的人 我們附近有間茶餐廳 他們早上還免費拿早餐過來 他們知道我們做接待 老叔姐的工作 給街坊有早餐吃 突然間又會不知道哪一個 不是我們弟兄姊妹來的 打電話來 你們需不需要無尖 羽絨 我可以捐一些羽絨 連未信的人都因為見到我們這份合一 看到這份美事 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有時不需要很多的計劃 很多的策略 教會的合一不是同一口徑 不是一言堂 不是只容許一個意見 教會的合一是要持守 而教會的合一最重要是教會的根基 如果沒有了這個根基的時候 我們所建立所有的東西都會拆位 是三一真神聖父聖子聖靈所設立的 所以合一就是要彰顯些什麼呢 彰顯我們不同 我們有來自不同的背景 我們是不一樣的 但是教會的合一就令我們所有的門徒聚合在一起 不是成為機械人 不是唱歌的時候 每個都同一樣 我們可能有不同的大小聲 但是融合在一起就變成好像一百聲一樣 很美麗 所以我們是有不同的喜好的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場 我們可以支持不同的球隊 你可以喜歡吃不同的東西 我喜歡吃上海菜 我喜歡吃北京菜 我喜歡吃西餐 是可以的 教會的合一 其實就是讓我們在信仰的根基那裡 能夠發揮三一真神 賜給我們的多元 就是我們各人都有不同的恩賜 讓我們一齊看看今天講道大哥的第二點 作主門徒用恩賜 都讓我們一齊重讀今天的第二段經文 以復所書四章七至十四節 我們一齊重讀 我們各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所以經上說 他升上高天的時候 老略了仇的 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既說升上 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 那各下的 就是遠升諸天之上 要充滿萬有的 他所賜的 有仕途 有先知 有全福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 為要成全聖徒 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 同貴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 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掌成的新娘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 重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 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 飄來飄去 就隨從各樣的而端 沒錯了 保羅在講到教會合一之後 接著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宣告 原文在第七節一開始 有一個但事 但事的意思就是說 一方面我們要去揭力保守 有聖靈所持的合一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要發揮多元 我們有不同的 我們在主裡面領受有不同的恩賜 所以第七節所講的說我們蒙恩 這個蒙恩就是我們在上帝裡面領受的恩賜 在事奉當中的恩典 我們在同一個信仰 同一個群體 同一個呼召當中 領受不同的職份 保羅強調這個是基督所量級各人的恩賜 所以主裡面每一個門徒都有恩賜 有誰有恩賜的請舉手 好 好 那有誰沒有恩賜的請舉手 如果待會兒你覺得沒有恩賜 你可以來到台前 我們一起聊聊 這裡所講的 是個個都有的 無論多與少 不需要計較 他多一點他少一點 誰重要一點 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恩賜 是上帝賜給我們 不是我們賺回來的 不是我表現好一點 我侍奉得忠心一點 或者我要做些什麼 不是我們賺取 是聖靈安住他自己的意思 去將這個恩賜去賜給我們 所以不可以說沒有的 亦都有時我們會將這些恩賜隱藏了 是神賜給你的 但你沒有發揮出來的 隱藏了 但好像主耶穌說 那個比喻 燈是放在哪裡 不是放在桌底的 是放在桌上高 令到全家都被照耀 所以保羅在隨後第八節 接著你看到有兩段 甚至有個括號 它是引用著舊約詩篇 六十八篇十八節 它說到這個恩賜是很寶貴的 不同的神學家在這裡有不同的詮釋 但是John Stock 史特德牧師 他就說到 他說這裡是說基督的上升 尊榮充滿著宇宙 管治教會 賜下恩賜 沒錯 就是基督得勝 送給教會的一個禮物 是給我們有這份的恩賜 所以我們恩福堂 你知道我們恩福堂的經分是甚麼嗎 這個是蘇牧師差不多三十年前選擇的 如果你想要恩福堂的網頁你會見到 就是那句了 就是跟著十一和十二節 我們一起讀 他所賜的 有仕途有先知 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 為要承傳聖徒 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沒錯 有這麼多的恩賜 我們是做些甚麼 這裡所講到有四個恩賜的職事 第一是仕途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傳福音 第四是牧師和教師 這裡用同一個貫詞 所以第四類是牧師和教師 四類都講到很重要 作為門徒的使命 要去宣布福音 悔改之道 要教導聖經和真理 要牧養栽培 安慰 勸勉 當中 上帝要我們運用這些恩賜出來 就會有十二節所講的一個好的效果 就可以承傳聖徒 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承傳聖徒 不是講傳道人或牧者 要建立我們自己的名聲 或者要彰顯我們自己的才能 第一樣要做的 就是要承傳聖徒 即是裝備每一個來到 在主裡面的門徒 裝備 裝備了之後 每一個信徒又怎樣呢 就是要各盡其職 即是我們經常講 信徒皆祭司 不只是傳道人 每一個 牧師都經常講 全民皆兵 但亦都是全民皆將 每一個人都要做關懷 每一個人都要傳福音 每一個人都可以帶領查經 每一個弟兄姊妹都應該要去做 而跟著你就能夠建立基督的身體 就是建立教會 所以恩賜 不是張獻我們什麼能力 或者誰比較聰明 恩賜是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建立教會 所以今天教會 正如我之前講到說過 沒有了什麼 其實神已經將恩賜給了你 是你沒有發揮出來 所以沒有了那樣東西 不是因為教會沒有了 而是可能你沒有發揮出來 所以當你說要披肩的時候 可能就是你拿披肩的那個來負責 當你覺得教會沒有愛的時候 可能就是上帝要你去關愛的時候 這個就是神給我們有恩賜的地方 所以頂指揮你會問 好了 今天怎麼去檢視 我有沒有做到呢 或者教會有沒有做到呢 第十三和十四節 你看看就有三個指標 你自己問問你自己 又看看你自己的小組 或者團聚或者恩福 有沒有這三個指標呢 那就看到我們有沒有真的 將這些恩賜發揮出來 第一個就是說 直等到我們眾人對神的兒子 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 這個是新日本的解法 我們看到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其實在說什麼叫同歸於一呢 就是我們的信仰 我們所有的人喜歡一萬人 但是我們有同一的信仰 我們對上帝的認識都是一致 而這個不單止是頭腦的認識 是要活出來的 是要信仰和生活要並行的 這個是第一個指標 我們有沒有將我們所信的 第一 我們所信的都是一樣 第二 我們有沒有走出來呢 好了 第二個指標就是什麼呢 接著他講到說 得以長大成人 今天有很多長者 我相信你有很多孫子 你最想他就是什麼 快高長大 沒有理由五歲七歲都仍然要抱著 十幾歲都仍然是用嬰兒車推著 你都想他慢慢慢慢去成長 身心靈的成長 慢慢慢慢的長大 這裡講的是長大成人 就是表示我們不像小孩子 十四字那裡所說 受到世界的誘惑 信仰的根基很容易動搖 這個第二個指標 長大成人 你看看你在靈性上有沒有長大成人 第三 就是信徒要滿有基督掌成的新娘 就是說大家都能夠在基督裡面 擁有這份的封聖活著基督的生命 英文就是Christ-like的life 你是能夠像基督的 當未信仰見到你的時候 會認得這個是基督來的 而不是當他知道 啊 你是基督來的嗎 反過來 他是見到你的時候 他會見到這個是基督 我們有沒有這個生命呢 我們這個群體有沒有這個生命呢 我在參加欣福堂侍奉之前 我是在一間小的堂會在東聰那裡聚會 人數不夠一百人的 是由三對夫婦 因為他看到東聰那時候 剛剛有新市鎮 剛剛那些公屋在那裡蓋 好像沒有教會一樣 就由三對夫婦 他們都是由一間幾千人的舞會 他們去到東聰這個地方 就說不如我們做開芳直堂的工作吧 不夠一百人 但是教會很特別 當我參加這個聚會的時候 有些弟兄姊妹特別是對南亞裔的 新移民是有負擔的 所以教會又會試一下 不如我們搞一晚南亞之夜 做一些巴基斯坦的食物 印度的食物 真的有很多街坊是信伊斯蘭教 信印度教的 一輩子沒進過一個基督教的教堂 他們真的走進來 因為南亞之夜聞到那些香味 一起進來 一起很開心的 又有弟兄姊妹他們是對祈禱特別有負擔的 幾個家庭 我們一起走上東聰一個小山丘那裏 中秋節不是點燈籠 通宵祈禱 第二是放假 在山丘看著整個東聰 由影灣園 海堤灣伴 東堤灣伴 然後日東村 每一個地方為他們祈禱 為未信主人祈禱 又有弟兄姊妹有感動 特別關心一些相見的群體 特別是坐輪椅的弟兄姊妹不方便 於是他們就跟一個相見的福音機構合作 在教會裡面成立了一個小團契 讓那些坐輪椅的弟兄姊妹 不用出到市區才有團契 不同的弟兄姊妹都運用神給她的恩賜 當時我參加了這個聚會 參加了這個教會 牧師就問 你有什麼以前信主 或者你以前教會有什麼服事 我又帶弟兄小組的 那好吧不如在教會裡面 我們又開個男士小組 我們就真的開了 我都信了主二十幾年都沒試過 真的有些未信主的男士 聽到有詩歌就走進來 聽到我們在唱福音版的上海灘 在唱溫娜的福音的詩歌 突然轉了歌詞 真的有巴士司機 有做保安的 聽到這首歌走進來 參加聚會 在那裡信主 在那裡抉誌 在那裡服事 很奇妙 原來就是這樣 當教會裡面 每一個人知道自己的恩賜 不介大與小 是多厲害 就算捧張椅 每一個人都做回他那件事的時候 合一就在當中 而合一不只是在教會裡面 保羅寫給以復所是中教會 其實以復所那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家庭教會 他講到教會與教會之間 你都要合一 所以那時候在東中 雖然加項堂會 都不是很多人 一百多二百人而已 但是每逢聖誕 或者過時過節 幾間教會都會聚在一起 一起搞聖誕聚會 你是出銀樂隊 我們又負責做派單張 他又負責做東西吃 大家不會說 會不會那些人 回到你那間教會 不回到我那間教會 不會計教的 幾間教會就一起 過時過節 一起的合作 就好像這裡所說 他所賜的 有仕途有先知 有全福音有牧師和教師 為要成全聖徒 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不是建立哪一個宗派 不是建立某一個堂會 是建立教會 就是基督的身體 想問兄姐妹 欣福堂 雖然我們今天有很多人 可能你會覺得 多一個不多 少一個不少 回完崇拜看完電影 就走了回家 不是 不是多一個不多 少一個不少 是一個都不能少 頂姊妹 因為恩賜是賜給哪個人 不只是賜給禮堂中間那些 是每一個二樓三樓五樓 每一個在主裡面的頂姊妹 都有這份的恩賜 是問責的 所以你不用看旁邊那個 你有沒有用 叫了你用的 你又不用 你彈琴這麼聰明 你怎麼十年回了恩福 都不幫忙做施琴呢 你煮食這麼聰明 為何你加醉的時候 不做好食物呢 不用看旁邊 看你自己 你有沒有運用到神 給你的恩賜 你第一個反應 沒有的 等於長者 哎呀我都老了 沒有用的 不是的 我會問 誰做你的 誰做我們 神 那神有沒有用 有 那他怎麼會做 沒有用的你出來呢 所以你很有用的 無論你什麼年紀 無論你信主多久 神都已經將恩賜 去賜給你的了 所以頂姊妹 今天 你有沒有發揮到呢 我沒有聽到恩福 任何一個士工說 哎呀我們士工太多人了 不要來 個個部都說不夠 三福啊 栽培啊 栽培又說 哎呀現在栽培要等啊 不夠藍的栽培完 兒童青少也說沒有導師啊 甚至恩賜 未必一定是所謂有些職位啊 的侍奉啊 你可以每朝早 回到來當中 去為到你的小組的人去祈禱啊 你可以每逢時節 去做些小禮物 給前線的宣教士 去鼓勵一下他們啊 這個都是恩賜的發揮來的 所以不是一定有崗位的 但重點是各按各職 因為這個是基督的身體 好了去到最後了 我們今天看看廣道的第三點 作主門徒見神家 很短的兩節經文 不過是很重要的 我們一起讀好嗎 唯用愛心說誠實話 凡事長盡 見於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適 白節各按各職 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增長 在愛中建立自己 沒錯了 如果說到大英姊妹 最喜愛說的那十句金句 這一句一定是頭三甲的 用愛心說誠實話 即是無論你是想罵人的時候 你表達不滿 又或者你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你總之說一句話 我是用愛心說誠實話 就行了 但這個經文不是這樣說的 大家所以有時候 我們講聖經 要看回前文後理 前面是說著 無論是怎樣 我們要去保守那份的合一 要發揮這份的恩賜 不像小孩子一樣 要成熟 所以這裡所說 用愛心說誠實話 不是說要言論自由 說真話不需要負責任的 其實不是 反而之前說 不要像小孩子那樣 左搖右擺信仰 所以十五節這裡 一開始原文有個字叫反之 不要像小孩子 這樣左搖右擺 反而要怎樣 反而是要用愛心誠實話 表示就是說 我們要表達真誠 要在主裏面誠實無偽 這樣你才可以對抗這個世界 今天我們看一下 很多都是很虛假 很虛幻 所以你要誠實 但另一方面你要有愛心和憐 來對行這個世界 全部的疾度和傷身 所以愛心和誠實 是說我們的言行都要做出來 所以今天你可能在新聞裡面看到 很多的政治角力 很多像是而非的方話 社會當中很多的仇恨 彼此的指責 這種情況 甚至可能今天我們在教室 在學校裡面會見到 在家裡兩代的關係會見到 在婚姻當中兩性的關係會見到 在弟兄姊妹之間 小組裡面有時都會見到 就是什麼 沒有用愛心誠實話 即是沒有將真理和愛心 一起的表達出來 有時我們就只是說真理 有時就只是說愛心 兩樣都要 所以說愛心誠實話 是兩樣都並重 有愛 但是也都有真理 就好像我們之前所說的例子 不是只是跟老叔者說 哎呀 神很愛你的 他真的很愛你 哇 凍得很緊要 你也給他一碗湯 先喝一下 不只是說神很愛你 我為你有祈禱 愛心和你的行為 誠實的表現 並行 那你才可以 真是能夠將這份合一 這份的愛 呈現出來 而我們真是能夠 好像經文所說 真是連於元首基督 保羅這裡再次用身體作為比喻 教會的頭是誰 耶穌基督 不是主要牧師 不是你的組長 是耶穌基督 我們都是連於耶穌基督 所以這份合二為一 不是我們各自各自己做的 是耶穌基督是個頭 我們就連結在他們當中 每個身體每一部分 各按各績 眼要去看 耳要聽 手腳要協調 那好像十六節所說 整個身體就能夠成長 我們屬於主的肢體 亦都能夠在裏面能夠成長 和成熟 所以今天 弟兄姊妹你是哪一個部分 你想想吧 身體每一個部分都重要 不只是眼是重要的 你嘗試沒有了雷腺 眼裏面的雷腺 沒有眼淚分泌 你的眼睛看東西也有眼蒙的 很多我現在年紀大一點 戴得隱形眼鏡 雷腺都很重要的 一滴眼淚 所以你不要說眼就比較重要 沒有了一條雷腺 你沒有眼淚 你眼光你都看不到 所以無論你是什麼光景 今天你有沒有將上帝 賜給你的恩賜去發揮出來呢 我見到是有的 我見到一個弟兄姊妹上班前 每天早上都在停車場 為我們的教目同工祈禱的 我見到在座很多長者 你們會去探訪的 探那些因為病的緣故 回不了來的弟兄姊妹 幾個一起上到家 一起唱詩 一起跟她領盛餐 讓她在家都能夠感受到 好像團體一樣的溫暖 我見到恩福有些家庭 聖誕節的時候 不是去哪裡旅遊的 去短孫的工場 去關心沒有父母的小朋友 整個家庭 甚至小朋友很小都好 一起去短孫的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不需要像這個世界一樣 你如我渣 不需要因為我們很大的緣故 所以我們冷漠無情 反而我們要用愛心和真理 去彼此的相待 各人不單顧自己的事 亦都顧別人的事 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最後我很想用John Stock 史特德穆斯的一句話 作為今天講到的總結 他講到保羅對教會的異象就是 神的新的社會要呈現出 愛心 合一 多元和成長 有了這些特質 有了愛心 合一 多元和成長 我們就能夠 真是能夠與蒙照的恩相情 而這個是上帝的呼召 亦都是使徒保羅對我們的呼喚 就要我們這時候 一起同心的安靜 求主去光照我們 我會發出有三個的呼召 求主去光照我們的生命 無論你回了恩福堂多久 求主親自對你說話 第一 你今天知不知道 你是蒙神所呼召 我們每一個作主的信徒都要活出 與蒙照的恩相情的生命呢 因為我們所信 三一真神聖父聖子聖靈 就是合一 你願意以謙虛溫柔忍耐的心 回應這個世界的撕裂 疾度和紛爭 並且揭力去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嗎 如果你願意說 我請你舉手 我為你去祷告 感謝主 第二 你願意在安靜的當中祷告 求神使你去察驗 你所領受的恩賜是甚麼呢 可能是關懷 可能是探訪 可能是教導 敬拜 傳福音 是甚麼呢 可能你採恩福很久 你沒有回到團契 你願不願意將這些的恩賜和財光 去發揮出來 忠心地去承擔聖功 建立基督的身體呢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都邀請你舉手 有天神是我很願意 我願意 無論我的恩賜是大禹少 我都很想 去服侍你 去建立基督的身體 第三 你願意為香港 宗教會禱告 讓我們都能夠放下 彼此中派之間的不同 一同的 合一的 去見證主的愛 好像香港現在 好像分裂的社會當中 能夠從教會 從每一個弟兄姊妹身上 去認識到 何謂合一 何謂真愛 你願意為到 宗教會禱告的話 我都邀請你 舉手 感謝主 就為我們同心的安靜 主呀今天我們每一個 都是屬你的兒女 我們同樣面對著 昔日早期教會 弟兄姊妹 面對那種光景 世界好像四分五裂 但是主你的道從沒有改變 讓你改變我們 讓我們離開禮堂的時候 仍然謹記著你的話 讓你的話語使我們摘心 使我們回應 因為你已經把寶貴的恩賜 去賜給我們眾人 為了建立你的身體 你就幫助我們 在我們的家庭的裏面 在婚姻的裏面 在小組裏面 在我們的社區裏面 在辦公室裏面 去見證你的大能 聽我們的祈禱 奉主耶穌基督聖命祈禱 Amen 能夠 與你為了 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 這是 有說 屍體 如果我們會表示 好像有差